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划破了深夜的寂静 男人双手紧握感谢上天,让自己生了个儿子 可铲破去面无表情地告诉他 生的是个女儿 所有人脸上的喜悦荡然无存 男人再次向上天祈求,明年一定要生个男孩 名字就叫女儿好了 他们把刚出生的女婴在牛奶里浸泡着 随着泡泡的不断减少,女婴也渐渐没了呼吸 这样的事是真实存在的 且每天都在印度大大小小的村落里 普遍存在着重男轻女的习俗 再加上昂贵的嫁妆,每天都有数千的女婴 一出生就被家人抛弃 人们都认为女孩的出生就是一种诅咒 于是,女人逐渐成为一种稀少的存在 村里的老光棍越来越多 为了解决自己的需求 他们最喜欢的娱乐活动便是去看厌务表演 还在私底下不断地给小费 可他们不知道,台上的演员是男扮女装的 毕竟十里八乡都找不出一个女的 除了看厌务,他们还喜欢躲在小黑屋里 剧中看小黄片 兴致一起来的时候 就偷偷跑到牛棚祸害里面的小母牛 村里有个土豪叫拉姆 他有五个儿子,至今都没办法结婚 由于女人实在太过稀少 他便摆脱没人 找了整整十年都找不到一个儿媳妇 儿子们急得都要发疯了 这天他的大儿子受到兄弟邀约,说他要结婚了 新娘还是个十四岁的少女 大儿子愤愤不平 别人都有老婆,怎么就我没有 他带着兄弟们一起去参加婚礼 新娘果真十分美丽 为此新郎家也支付了高昂的礼金 婚礼途中有人告密 这是一个男扮女装的新娘 突然有人扯下了新娘裙子 他们这才发现新娘居然是个男孩 只是装成女人来骗彩礼 周围的人都露出了嘲笑声 在周围的言语中 媒人也陷入崩溃中 在这种国家 他上哪儿找少女去 这天,媒人在河边洗脸时 居然听见了少女的歌声 寻生而去 发现一个美艳动人的女孩 小卡 她头发湿漉漉的 盘到树上摘青果吃 嫣然一副青春美好的景象 尽管她很快逃走了 牧师还是不依不饶 一路跟到家中 要跟她的父亲说媒 差点就要被小卡的父亲 拿棍子抱揍一顿的时候 她赶紧表明了自己的来意 并且很纳闷 说为什么要把这么漂亮的女儿 藏到这个树林里呢 父亲说 在这个社会 面对如狼似虎的男人们 自己的女儿小卡 恐怕是活不了几天 父亲想给自己的女儿 找一个好人家 起初不同意 没人提出的安排 但是听到可以随便提价钱的时候 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且声声说了一个十万卢比的数字 没想到 没人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没过多久 没人带着土豪拉姆 还有他最小的儿子来到了这里 拉姆想要小卡 嫁给自己的大儿子 并且愿意马上支付 这个十万卢比的礼金 但小卡的父亲 因嫌拉姆的大儿子年纪太大 而且面相看上去十分凶恶 只看上了一表人才的小儿子 双方这下没能谈妥 在回去的路上 拉姆半途忽然改变了主意 毕竟女孩实在太稀少了 错过这次 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可老大娶了妻子 其他儿子肯定会眼红 于是他灵机一动 给了小卡父亲五十万卢比 又加上五头壮牛 要他同时嫁给五个儿子 贫困的父亲 哪里见过这么多钱 数钱数得两眼发光 哪里还顾得上女儿的未来 草草的答应了这桩荒谬的婚事 其实倒不如说是交易 于是婚礼当天荒谬的场景就出现了 新娘居然要嫁给五个新郎 而女孩小卡脸上也是面无表情地完成了仪式 董房当晚 大儿子按一周七天的日子分配 他从大到小 每人轮流睡一晚 拉姆却突然动怒 他责骂几个儿子 为了娶妻 他花了那么多钱 而且自己一把鼻涕一把泪 把这几个孩子喂大 居然不知道要孝敬爸爸 说完就进了房中 享用了小卡的初夜 往后的日子里 每晚小卡都要和不同的男人睡觉 白天还要干各种杂活 煮饭还有打水 这个家的人只把他当成工具 除了善良的仆人 还有个小儿子会细心呵护他 两人一起读书聊天 干活气氛格外融洽 也只有在这个时候 小卡他才能休息片刻 好景不长 这是很快被其他人发现 因为小卡只有在看见小儿子时 才会露出微笑 和他们睡觉的时候 就像死尸一样 几人十分嫉妒 动不动就对小儿子又打又骂 最后 度火焚心的他们 还用计杀害了自己的小弟弟 在战友佣面前 亲情显得如此脆弱 失去爱人的小卡面如死灰 他给父亲带了封信 想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 可赶来的父亲 却怒气冲冲地指责拉姆 睡他的女儿居然不想给钱 当初只交了五个儿子的份的 你的那一份得加钱 又跟他要了十万就走了 小卡最后的希望也就此扑灭 他告诉仆人 自己想离开这里 天真的仆人便带着他逃跑 可很快就被拉姆一帮人赶上 他们无情地杀害了 这个低种性的可怜儿 可怜的女孩小卡也被抓回去 关在牛棚里 过着连畜生都不如地生活 他们甚至不给吃喝的东西 只有家中新来的仆人看不下去 会偷偷给他喂牛奶 仆人的父亲知道儿子的死后 顿时感到愤愤不平 夜晚他来到拉姆家中想复仇 却在看到牛棚里的小卡时 改变了主意 他强奸了小卡 来作为对这一家人的报复 小卡受尽凌辱 已经不再懂得反抗 以至于到最后只要有人过来 他就会自动掀起裙子 不久后 小卡就怀孕了 没人就找人算了一挂 发现这才是个男孩 所有人都很开心 可孩子的父亲是谁呢 拉姆凭借家中的威严 宣告自己就是孩子的父亲 凭着这个孩子 小卡也得以从牛棚出来 被人细心照料 他怀孕的消息传到隔壁村 仆人的父亲便觉得 孩子有可能是他的 因为他们都碰过小卡 他便带着村民来到拉姆面前 想要抢过这个女人 还有他腹中的孩子 却被冲出来的大儿子 以枪毙命 很快这场荒谬的争斗 就成了两个村的大混斗 为了争夺小卡肚子里的孩子 一群人死的死 伤的伤 拉姆把这一切都怪罪在小卡身上 往他身上疯狂泼汽油 想活活烧死他 新来的仆人看不下去了 拿起刀刺向他的背部 其他儿子也在隔壁村的围殴下 死于非命 房内的小卡终于临盆 仆人开心地告诉他是个女孩 小卡欣慰地抱着女儿流下眼泪 不知道这个小家伙的命运会如何 或许在以后的时间里 小卡会用自己的生命 捍卫这个小生命 尽力不受到这个社会的侵害吧 至此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电影用夸张的方法 表现了极端重男轻女的结果 在印度这个国家中 还不知道有多少像小卡这样的女孩 住在牛棚里 过着一天又一天不如人的生活 今天电影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